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根據一些數據和事實 根據一些常識和邏輯來推斷一下這次武漢肺炎疫情 在武漢一個地方到底有多少人已經感染了病毒 還有多少人會感染病毒,全國總共加起來 到底有多少人已經感染了病毒,還會有多少人感染病毒 然後再給大家講一講,武漢和宜昌幾個小區在兩天之前 同時唱國歌的事件,如果是這樣的事件 能夠在全國更多的社區更多的城市發生 那將會形成一個什麼樣的奇妙的結局 好,那我先來說一下數據,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現在每天都在公佈疫情的最新狀況 截至北京時間1月29號晚上12點為止 全國當天新增加的確診病例是1700多個 當天增加1700多個,那麼累計起來的總的數據 總的確診病例是7711個 而武漢地區當天的病例是增加的是800多個 總共一共有3500多個 還有12000多個疑似病例全國共同的 大家都知道中共這個數據從來都是不準確的 真實的病例肯定要比這個公佈的數據多很多 那到底多多少呢?我們現在只能找一些其他地方的 發現的這些真實的數據,然後根據這些真實的數據來進行推理 有一個數據我覺得是可以拿出來用的 就是日本公佈的感染人數 日本在幾天之前呢,從武漢撤回了第一批僑民 一共有206個人,這206個人當中呢 就已經有三個人確定感染了武漢肺炎 感染的比例是1.5% 那根據這個比例,武漢900萬人當中 現在已經確定感染的人數應當是13萬5千人 而那206個日本僑民他們被撤回去之後啊 大家都是處於一個完全隔離的狀態,所以今後傳染 給其他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 現在武漢的這13萬5千人,其中只有極少數 是被完全隔離的,因為官方不承認這個數字嘛 現在官方承認的確定的病例只有 在武漢只有3500多人,只有真實情況的3%多一點點 那也就是說,97%的被感染者現在並沒有被隔離 他們還有機會傳染給其他人 至少是有機會傳染給他們的家人 按照每家4個人的這個模式來計算 即使是每一家和每家之間都完全隔離了 被感染的人數還是會擴大3到4倍 也就是說最好的情況,武漢將會有40萬人到55萬人感染病毒 真實的數字恐怕比這個還要高很多,還要嚴重很多 因為武漢地區的日本僑民他們感染病毒的機會 比其他武漢本地人要少很多 因為日本僑民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封閉的圈子 跟本地人接觸並不太多 並不像武漢本地人之間相互接觸那麼多 所以他們感染病毒的機會會比較少一點 另外他們的生活方式也跟武漢本地人不一樣 日本人在全世界那都是很著名的有洁癖的民族 那這種潔癖在這種時候就可以減少他們感染病毒的機會 所以說日本人有1.5%感染了病毒 那麼武漢本地的人感染病毒的比例只會比這個更高 如果是高出一個百分點 那就要多出來9萬人被感染 如果這9萬人再傳染給他們的家人 那麼武漢就會再多出20幾萬到30幾萬的被感染者 這是武漢一個地區的情況 那全國其他地區的情況他們比武漢好一點 但是各個地方感染人數加起來 這個總數肯定要比武漢要高出一些 中共官方的數字總體上來說是造假的 但是他們造假一般來說全國各地造假的比例 應當是差不多的 比如說武漢確診的人數和全國確診人數之間的比例 應當是接近真實的 這方面中共是沒必要造假 那現在武漢確診的人數根據官方的數字是3500多人 全國確診的人數是7700多人比例是1比2.2 那武漢如果現在是有13萬5000人被感染了病毒 那全國感染病毒的數字就應當在30萬左右 全國將來會感染的數字將會達到30萬乘3就是90萬 30萬乘4就是120萬 90萬到120萬人之間這是最好的情況 這是一個家庭和其他家庭 一個家庭和公眾完全隔離的情況下會發生的情況 那現實生活當中呢 每一個家庭不可能完全和其他的家庭完全和公眾隔離 所以將來的現實情況比我們上面說的90萬120萬這個數字 還要殘酷一些 即使是這個數字那也已經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場大浩劫 現在大家都被迫留在自己家裡面 現在都有時間來想一想 這一場世紀大災難到底是什麼引起的 到底是怎麼擴散的 那到底誰應當為此負責 這個問題不想清楚啊 今後還會災難還會繼續發生 我在1月24號一評快評第68期裡面就給大家論證了 說這一次武漢肺炎是由習近平當局人為製造的一場瘟疫 我論證了他們有這個動機也有這個能力 他們也實施了一系列的行動來製造這場瘟疫 現在是越來越多的線索都已經顯現出來了 上期講到的那些線索我今天就不再重提了 今天講幾個新的線索 第一個新的線索就是去年9月18號 也就是在瘟疫爆發之前的三個月武漢天河機場舉辦過一次演習 演習的內容之一就是飛機上出現了一個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者 大家注意了啊 不是他們在演習的公報當中不是說其他的病毒 演習中提到的名字就是新型冠狀病毒 演習當中武漢機場接到了這個通報之後就啟動了緊急防疫措施 這是在疫情爆發之前三個月 他們就已經有人知道了新型冠狀病毒這個名詞 知道它的存在 而且就是在武漢地區非常的詭異 我在這裡做出一個推測 就是極有可能是中共內部有一些高層已經知道了 當時已經知道了習近平當局要擴散病毒的這個計劃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公開的向外界來披露 因為知道這種密密的人一定是非常的少 一旦披露了就很容易啊 他們就很容易查出這個泄密者 那麼這個人就極有可能被滅口 所以說他當時要通過各種其他的渠道 把這個信息通過一次演習傳遞出來 那現在這個線索已經被很多國家的很多機構 都已經掌握了 這個傳遞信息的人現在應當是已經非常的危險了 所以現在一定要及時行動 你要嘛就趕快逃走 不能夠逃走的話就要公開的揭露 形成一個全世界關注的焦點 這樣才能夠保全自己的性命 這是第一個線索 那麼第二個線索就是上次沒有提到的第二個線索啊 就是在過去幾年當中 中共一直是不遺餘力的從其他國家引進各種各樣的致命的病毒 正規合法的渠道不行的話 他們就用偷,用盜竊的方式 現在加拿大有兩個華裔科學家 頂尖的病毒科學家現在正在被調查 因為他們涉嫌把冠狀病毒的標本從加拿大運到中國 被加拿大皇家騎警發現了,正在調查 而引進這些病毒的機構背後都是中國軍方 武漢病毒實驗室聽起來好像是中國科學院下屬單位 實際上不是的,它是中共軍委直接領導的單位 這就意味著他們的工作不僅僅是研究怎麼樣防止病毒 他們的主要的任務,更重要的任務 是怎麼樣製造病毒,怎麼樣傳播病毒 中共從二十幾年以前開始就鼓吹超限戰 超限戰最重要的一種打法就是生化戰爭 尤其是生物戰爭,那是比核戰爭更加可怕的一種戰爭 如果他們研究出來一種超級病毒能夠迅速的傳播到全世界各地 而他們只有他們自己有這個疫苗,那他們就所向無敵了 這第二個線索,第三個線索就是媒體披露出來的 武漢病毒實驗室裡面有一個團隊領頭的人叫做曹鵬 是個博士,他們從幾年以前 他們從一種蝙蝠,橘頭蝙蝠身上分離出來一種病毒 叫做SADS,跟沙士SARS僅僅差一個字母 這是一種和沙士非常相近的一種冠狀病毒 科學家發現這一次的新型冠狀病毒 它具有SARS和SARS的這兩種病毒的特性 極有可能,大家都在懷疑極有可能 這種新型的病毒就是在過去的這兩種病毒 SARS和SARS這兩種病毒基礎上進行基因編輯之後出現的一個產物 現在全世界都在懷疑這種新型冠狀病毒 是中共製造的生物戰爭的武器 所以他們強烈的要求到中國來進行調查 當然了,他們不會說公開的說是來進行調查的 而是說來進行科學研究的,來了解疫情的 在取得確確的證據之前,他們還必須得給中共一個面子 他們必須這麼做 因為這種病毒它現在已經感染到了全世界幾十個國家 中共它是不能夠拒絕大家來調查的 它如果是拒絕的話,那麼那些國家就會聯合起來 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給它施加各種各樣的壓力 所以說昨天習近平他就同意了,說美國專家組 可以到中國來進行調查 當然了,大家也可以預見的就是中共它一定會想用 想盡各種辦法來阻撓美國專家發掘真相 但是也可以肯定最後一定會有一些新的線索 會顯示出來,會指向習近平當局 就是這一場人間浩劫的幕後黑手 大家拭目以待,很快 另外呢,這一場瘟疫 它之所以能夠擴大到現在的這種規模 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沒有及時的啟動他們的防疫系統 他們延誤了防疫的黃金階段 那麼這種延誤又是由習近平當局故意造成的 武漢市的市長周先旺,他已經告訴媒體了,公開講了 武漢市政府早就向上級通報了疫情的情況 但是呢,因為中央沒有決定說要公佈出來 所以說他們也沒有辦法公佈,延誤的責任是在中央 而中央這邊呢,習近平已經做了有效的,做了及時的回應了 他是在各種壓力之下,他已經承認了 從一開始,他就是直接的這個疫情的防疫工作者 直接指揮者和直接部署者,他是最主要的責任人 這番話是他在接見一個外賓的時候說的 這次他沒練稿子,是脫稿演出 那也有可能是他不小心說出了真話 或者是說他太愚蠢了,他為了向外界表示 他現在還是大權在握,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他領導的 結果呢,適得其反,他把延誤這個疫情的這個罪名 現在全部都攬在自己頭上了 當然也主要就是他幹的 那後來中宣部發現情況不對,就修改了他的這個講話的內容 說是防疫工作領導小組在領導和部署 這是欲蓋彌彰,太遲了 這就說明中共現在已經亂了套腦 中央亂了套腦,習近平亂了套腦 這種搞下去啊,他們一定會出大簍子 一定會遭到清算的 不僅習近平他會遭到清算 那些助走為虐者也會遭到清算 當然了,這也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 因為畢竟他們手上還有政權還有武裝 但是我告訴大家,這是一件可以完成的工作 因為政權和武裝都是由人來操作的 而人心是可以變動的,人心變了 武裝就變了,政權就會變 那麼怎麼樣來改變人心呢?有很多種方法 我在今後的每一期視頻裡面 每期視頻的最後都會講一些這樣的方法 在上一期視頻裡面呢,我講到了敲鍋造勢法 這個方法現在還沒有完全推廣開 但是在國內出現了類似的方法 在1月27號晚上8點鐘的時候 湖北、武漢和宜昌有幾個小區 很多居民同時在家裡面唱起了國歌 唱歌的人非常多,所以形成了一個大合唱 聲音相當大,我在這裡給大家放一下 當時的這個情況 有朋友就懷疑說這是不是中共又在傳播 他們所謂的正能量啊 我可以確定的告訴大家,絕對不是 即使是給他們100個膽子 他們都不敢做出這種舉動 因為他們知道民眾在這個時候 只要形成了一個共同的行動 無論是什麼行動都會動搖人心 都會衝擊到他們的政權 現在呢大家因為要防止疫情擴散 都不會出門聚集 但是如果是通過一起唱國歌 形成了共同行動的能力 那麼一旦今後疫情結束了 這種能力啊它就會從室內 擴展到小區的公眾場所 最後擴展到城市的街道廣場 所以說中共絕對不敢搞這種動作 他們不敢做的,那我們就一定要去推動 動員大家一起唱國歌 比較容易,而且相對安全 在一個小區裡面或者是一個大樓裡面 只要有一個人就可以把大家都動員起來 那一個人在樓道裡面 在大家經過的地方 但是要沒有攝像頭的地方 記住沒有攝像頭的地方 去張貼傳單 號召大家晚上七點八點 晚上八點一起來唱國歌 那現在每個人心裡面都很難受 都有一些焦慮,甚至都有一些憤怒 都有啊通過唱歌來表達情緒的這種心理需求 所以說武漢和宜昌的那個情形才會出現嘛 一個人號召就有幾千上萬人一起來響應 操作起來相當容易 而且唱國歌歌詞 這個歌詞又非常的適合現在的情形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用我們的血肉做成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現在真的就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現在不正是需要萬眾一心的時候嗎? 而且這個時候做這樣的事情 中共它是不敢鎮壓的 也不能夠鎮壓的 因為唱國歌就是佔據了一個道義上的制高點 疫情這麼嚴重,你既沒有藥物也沒有疫苗 甚至連生活必需品你都供應不充足 你還不能讓大家表達一下情緒嗎? 你們中共政權自己選定的國歌 你們有什麼理由禁止大家一起來唱呢? 再說了即使是他們不准唱說要鎮壓 他們也沒辦法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自己的屋裡面、房間裡面唱 而且是晚上唱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分辨誰唱了誰沒唱 那即使是知道誰唱了 他們也不敢派警察挨家挨戶的去抓人 警察也怕被傳染了,警察肯定會抵制這種命令 所以有心人大家各自到各自的樓道裡面 社區裡面在那些沒有攝像頭的監控的地方 去張貼傳單,號召街放鄰居 一起來推動這個晚上八點唱國歌的行動 不會唱國歌的人也不要緊敲鍋啊 正在開車的人也不要緊按喇叭呀 或者什麼樣的人都可以用任何的方式 把響聲製造出來,只要同時製造出響聲 就能形成共振,最後就能集結力量 就能改變人心,就能改變中國 好了,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期視頻